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 欢迎留言 欢迎打赏 好了 来谈谈那部刘德华主演的 《诗姑》这个电影 和这电影派出这个惊喜 或者悲欢离合 《诗姑》这个电影呢 就使得大家注意到 一个中国大陆的社会现象 拐卖儿童现象 逐步说到恶指之后 像失去了自己儿子 的喜出望外 找到了或障男弱势 其实是悲欢离合 另外一个样板 寻找亲人失去的儿子24年 结果呢 这个当家呢 这个当事人郭刚棠 就传出了寻亲成功的好消息 这个电影剧组也非常高兴 没想到这个电影 做了个大功德 所以《诗姑》的导演彭三言 认为没有什么 比这个更好的结局 他说过钢堂 一个人包场去看这部电影 还在电影院门口大哭 那么这个剧情和剧组 那大家就知道了更多 现在成了内地很多媒体 报道网络流传的 讨论的东西 这事情是发生的 97年9月21号 是山东辽城 27岁的过钢堂的夫妇 两岁半的儿子过心症 在家玩耍被一个陌生的女子带走 到处找都找不找 从一个月的体重中 149斤 减到114斤 两个月白了所有的头发 24年间 他为了寻找儿子 报废了10辆摩托车 骑行约50万公里 在全国进行拉网式的寻找亲人 公安部有打拐办 那么当然你各方面注意到这个事情了 到家里通过各种方式 结果帮他找到了儿子 大陆有个有名的一个网站 叫宝贝回家网 一直呢都有些互动交流 这个来讲呢 就是平安健康 又得到良好教育的过心症 这个孩子呢 像亲父 养父母对他很好 他找到了亲生的父母 的命运对这个父亲 24年找儿子的一个回报 这个事情来讲呢 就是郭刚堂在寻亲过程 很辛苦 被人打劫 那抢匪打完劫 看到寻子齐 觉得自己不合适 把钱又还给了郭刚堂 所以呢 温暖的存在 还让他能够坚持下来 这一点呢 真的是很不简单 所以呢 也就在前几天 前几天这个寻亲大会上 这郭刚堂 已经是老泪纵横了 五十多岁了 抱着儿子 欺负成生 哎呀 这个很难得 但是看起来很美满 但是有一个 令人析析的绝结 他的亲生儿子 叫郭镇 郭新正说 因为养父母 对他有养育之恩 所以选择留在 养父母身边陪伴 但是要经常来看望 亲生父母 哎呀 这样的故事 有时候 读起来啊 很伤感啊 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有几点呢 跟大家来分析 这个社会事件 第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国大陆的失踪儿童 问题最为严重 也跟呢 计划生意这个政策 其实另外一个派生 如果大家都乱生 就没有这个失踪 买卖儿子的问题 目前经过 中国失踪的儿童数量 有多少 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的公布 对吧 估计也不太好 好意思公布 中国儿童的失踪问题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 变得很严重 九十年代是顶峰 失踪儿童达到了历年之最 所以一九九零年 峰值是多少 三千四百三十亿人 平均每一天有九个孩子失踪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呢 跟有关这方面的刑事立法 越来越细 公安部组织专门的打拐专项行动 打拐办 通过了网络媒体啊 我看到每日头条 还有很多寻找亲人 寻找老人 很多 因此这个各种打击措施之下 失踪儿童的数量开始回落 到了二十一世纪就不一样 立法更加的细 更加的严谨 互联网 网络侦查的手段 人民识别啊 血基因啊 什么之类检测 社会组织 大众参与度越来越高 儿童失踪 逐渐的得到了遏制 所以不做而已 要做 其实很容易得到儿子的 第二点 西兰地区 是失踪儿童情况最严重的地区 贵州 重庆 四川 这三个省市是最严重的地方 而这些失踪儿童主要是被贩卖到广东和附近 还有人带到荷兰河北山东 这叫西部集中拐出 东部分散拐路 失踪儿童是通过这个路径呢 发配了分散到全国各地 其中呢 最多的省份 大家想象得到吗 叫江苏 江苏的人数最多 几次就是广东和福建 广东和福建 其实福建是有两个地区最多 一个是福建的泉州近江这一带 一个呢 就是土田 这个呢 这个这个对于独生子女啊 对这个生育问题 对这个有子 午后为大这问题的看法 这些很典型 当然呢 各位朋友 不是所有的失踪儿童 都拐到天南海北 其实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拐卖的儿童 并没有离开原来的地级市 就是就是在本本省的处理 百分之六 虽然出死 出到其他市啊 区啊 但是没有 还是在这个省内 这是第二点 交通不方便 也没有高铁 也没有什么东西 信息也不发达 足如此类吧 第三 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家庭 要两次失去孩子 一次是被拐的时候 单感剧烈 一次是找到的时候 这被拐卖的孩子 并不是每个人都个切剥 可以对自己 怎么当乞丐 也没有这个 有 但是不是很多 被拐卖的何止 和养父母成长过程 多于亲生父母 情感的疏离 或多或少 当然也有非常让人觉得 拐卖的妇女啊 什么之类啊 诸如此类 很多这样的故事啊 哎呀 那个看起来都是眼泪汪汪的啊 都是死干裂胆的 但是呢 情感的疏离 或多或少难免 所以呢 今天的网络媒体 对郭欣正 心在养父母这边呢 不要有太多的责难 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社会 悲欢离合 另外一种剧本 大陆有个有名的 叫白宝贝回家 宝贝回家 上面有凯了多少 的寻亲消息 七万多条 加上公安部打拐办 还有各种技术手段 这类的 目前为止 实现家人团聚的只有 两千五百多人 七万多 两千五百多 什么意思呢 这就告诉所有的朋友 更多孩子被拐卖以后 失踪的家庭 一辈子 都找不回自己的孩子 这很悲惨 但是呢 你要面对 第四点 当然影视作品的传播 扩大了 过刚堂寻亲 二十四年还找不到 但是影片拍完 播出以后就找到了 就是说 影视作品的传播扩大了 过刚堂寻亲的影响力和效果 也使得这样一个个案 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 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我09年 11年多了 11年前 我在厦门在福州 分别采访过两个 被拐卖儿子的父亲和母亲 厦门这位呢 是甘肃天水来的 回族的青年夫妇 祖传三代单船 到这孩子也是单船 带一个南海来 大连出山或出世 他们两个人在厦门火车站附近 在卖那个吹饼 就是北方那个面饼 不然就儿子不见 哎呀 采访的时候哭瞎了 那个妈妈是哭得不得了 也不敢回家 也不敢告诉双方的父母 说你的孙子 你的外孙不见 那么这个 哎呀 过程很复杂 很复杂 感觉真的是很悲催 采访这东西心里 都有很多阴影 好了 这个节目呢 这个节目呢 播出以后 三个月 这个节目播出了以后的三个月 有一天深夜 这个悲苦的母亲 我只回来究竟是拐卖了这一个孩子的那个那家人 那是直接拐走呢还是给人家买的我就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 总之 这个孩子到了那一个新的家的那一对父母 看到了我所在电视台播放的走读大中华这一段 良心发现 大概受到谴责 诸如此类吧 总之挣扎了半天 就悄悄了又把这个孩子呢送回 根据这个孩子因为是五六岁 知道家在哪里 住在什么地方 又把他给送回来 这是皆大欢喜的 一个很好的结果 如果没有这个节目 没有这个节目的播出 这个孩子要再回来 那边要良心发现 我估计很难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在福州 那应该是光泽 福建光泽的一个 一个企业家 一对青年夫妇做生意 做得还不错 结果呢 儿子也是一两岁就给挂掉了 不知道弄哪里去 疯了是全国到处找 怎么也找不着 生意也荒惠了 家庭也分散了 而那个丈夫上来受不了就离婚了 但这个妈妈 太了不得 一个人 利用网络 全国各地走遍 就是找这个儿子 怎么找都找不着 哭瞎了一只眼睛 沦落住在福州 那郊区边上 一个非常破的街道 租了一个房子 到处贴着 就这个失踪儿子的图像 这节目播出的同时 据说找到了 是福建某个地 某地 一个公安局局长的儿子 买了他 我就不好说 是哪一个具体的东西 二十多年 妈妈哭瞎了一只眼 终于在公安部啊 什么之类的找到了 找到就要辨认 那个儿子 第一句话 就问说 家里有房吗 存款多少 这个母亲是悲痛欲绝 也哭不出眼泪来 找了二十年 找到这么一个儿子 因为他已经很冷漠 没有感情 这家破 没人未亡 事业毁了 沦落到一个 哪低宝都没有资格的 这个情况 这又另外一个结果 结果呢 这个小故事播放了以后 深圳有一个 眼科医院的院长 也感动了 免费给这个妈妈 移植了一个眼角膜 让他呢 看得到 因为时隔十几年 我也不清楚 这个母亲 悲催的母亲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那个儿子 有没有履行 他做儿子的一个 义务和职责 不清楚 所以呢 我想这些故事 我看的故事 很有触碰是因为这 我自己本身有亲身的 这样的采访啊 走毒啊 这个经验 我们说这个过心症的 养父母 我们从法律上的家 收买 过心症的行为 是发生在97年10月1号 那个时候啊 还没有颁布新的刑法 而且呢 在整个二十多年呢 这个养父母 没有虐待过心症 法不述既往 所以呢 养父母不存在虐待孩子 不存在阻碍解救行为 是可以不被追究 行事责任的 那么 追诉的时效 一般最长20年 现在24年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 诉诸于法律 我在这里要呼一点 就人口贩卖 拐卖儿童是天大的罪恶 除了父母亲属 导致的儿子的 孩子的失踪之外 儿童失踪 最主要的原因是 人贩子的诱拐 所以从严立法 惩处 尽管现在还存了很多争论 但是这仍然是 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呼声 拐卖有罪 收养也有罪 这样才能够杜绝这个市场 杜绝这个现象 也希望郭新正 经常回亲生父母家 去走一走 去看一看 这个悲欢离合 这四个字 很典型 没有办法说太多 大家可以体验这种 很错综复杂的 人认的情感的一个交错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只能让他们写一日 这四个字 从严立法 祝语 这一项 都能被写表